分析诊疗制度建设是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重要内容,去市委纪委主任雷海潮介绍,北京市开展分析诊疗制度建设以来,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服务能力得到了提升,居民到基层看病的医院有所提高,各区至少启动一个简密性医联体试点,雷海潮介绍,下一步,市委纪委将结合委员建议, 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建设,今年各区至少启动一个紧密型医联体试点,开展紧密型医联体内部日理机制研究,它所实施紧密型医联体医保总额预付改革,促进分析诊疗制度发展,居民海潮介绍,市委纪委今年办理政协提案111件,其中需要协生办理的设计分析诊疗的提案8件,共提出建议39条, 其中,副市长卢彦领衔答复一件提案,市委纪委答复一件认为,各位委员的建议质量很高,市委纪委以分析诊疗提案协商议题为契机,深入推荐,我是分析诊疗工作,提出的39条建议中37条完全采纳,两条不放弹纳,专家建议,运改革医务人员吸收结构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